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退款并不是针对所有被诈骗用户 Zell的母公司预警服务公司EOS解释 只有那些被骗项自称来自政府机构 银行或现有服务提供商的冒名者汇款的人 被诈骗款项才会被退还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是因为接到了假的官方电话被骗了 可以请Zell将你的钱退回来 该公司发言人表示EOS于6月30日开始发放退款 但由于担心部分用户会提交虚假索赔 因此没有提前披露有关退款政策的更多细节 全美成千上万所学校屡屡遭到骇客恶意攻击 窃取机密资料或勒索金钱 因此联邦政府编列预算 协助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公立学校进行信息安全升级 自今年8月以来 白宫积极推广校园系信息安全升级计划 目前全美有32个州约140个学区加入 据悉全国超过9000个学生总数低于2500人的小型公校学区 约占全国公校学区70% 都有资格加入Project CyberSafe Schools 校园信息安全计划 获得网络安全公司Cloudflare提供的免费服务 此外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提出一项测试计划 预计三年内提供高达2亿美元经费 全面提升校园和公共图书馆的网络安全 在哈马斯首领11月21日表示 一项有关在加沙实施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即将达成之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证实说 他希望很快就会听到有关人质的好消息 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稍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哈马斯官员与以色列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停火协议 而且哈马斯已经将其答复送给了卡塔尔的调停人 路透社引述一位了解谈判进展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各界期待已久的这项协议不仅涉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停火 而且双方都将首次释放各自关押的众多人员 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而且双方立场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 韩国和朝鲜都力争在11月底前发射各自的首枚间谍卫星 展开提升太空军事能力的竞赛 首尔计划11月30日将自主研发的首枚军事间谍卫星送入太空 此前朝鲜通知日本 计划从11月22日到12月1日期间发射一枚卫星 路透社11月21日报道 韩国的首枚间谍卫星将在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 由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 并计划到2025年用SpaceX再发射四枚间谍卫星 韩国还试射了本国的液体及固体燃料的火箭 希望未来发射更多的民用和军用卫星 韩国拥有军用间谍卫星后 将减少对美国情报系统的依赖 而朝鲜今年早些时候曾试图发射两枚间谍卫星 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一枚正常运作的侦查卫星可能首次给予平壤远程监控美国 韩国和日本军队的能力 朝鲜计划发射间谍卫星的计划 立即遭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谴责 他表示日本的防御系统 包括宙斯顿驱逐舰和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 以做好应对任何意外情况的准备